国家知识产业局一直高度关注商标恶意抢助行为 以法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 2021年3月引发了打击商标恶意抢助行为专项行动方案 对于恶意抢助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 知名作品或者角色名称等十类典型的商标恶意抢助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 并将涉嫌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相关案件线索 转交地方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去年供向地方转交涉嫌重大不良影响 及商标恶意抢助案件线索1062条 涉及申请人94个 截至目前供立案查处了53起 以作出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31件 山东浙江等地积极查处涉嫌恶意抢助 向全红禅 杨倩等奥运健儿的姓名及相关热词的案件 对于商标恶意抢助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